在我国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都是享有特权的 例如批准的抢险救灾车辆 救护车 消防车 在辖区内执行任务的警车等 在紧急情况下 是不需要要等红灯可直接通行的 那么如果遇到收费战 作为营运性质的救护车 需不需要交过路费呢 要救护车交费 我头一次听说 今天石家庄从这儿过来以后 根本就没有收费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收费 视频中的这一幕 就是一名救护车司机与收费站工作人员 因为缴费问题而产生了争执 司机表示 当时车上拉着一位需要转院的病人 从石家庄一路过来 经过了好几个收费站 只有在过行林高速收费站的时候 被收费员拦下 要求他必须交过路费才能通过 他认为收费员的做法 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他也是一时气不过 就下车和收费员争执了起来 拿起手机将当时的经过进行了拍摄 争执中听到这位救护车司机说 这个收费员已经耽误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但是收费员却说 法律规定中确实没有任何一个规定 是说救护车不需要缴费免费通行的 所以按照规定 救护车通行缴费也是按张办事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因为司机个人没交过钱的意愿驱使 导致了他对这个事情的误解 而和他志气争吵 才是真正耽误病人时间的那个人 此视频被发到网上后 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大家认为救护车过高速的时候 应不应该缴费的问题 大家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有些网友认为救护车不应该收费 因为每一秒的时间 对病人来说都是生死时速的考验 更是在和生死做斗争 提前一分钟就有可能挽回一条生命 已经是救死不伤 比如也有可能就是说 可能就差这么一秒钟 就可能是一个生命 还有不少网友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救护车本就是营运性的车辆 是收取病人用车费用的 所以在过路的时候 当然也是应该缴费的 不过倒可以进行灵活的缴费机制 如果是有病人在车上 可以实行先通行后缴费的特殊管理 那你跑人家高速公路 为什么不交呢 因为他们去拉病人 他们是要收费的 是吧 所以说他们也应该缴 他们应该好好地先交涉一下 再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处理 他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们两个的争执的结果 应该最后肯定是那个病人去承担的 我们调查员专门查阅了国家道路安全法 根据第53条规定 救护车共有六种特权 但是其中并没有救护车免通行费的标明 而这种因为救护车通行费的纠纷 并不是首次出现 我们大家都清楚 最终会受到伤害的只会是病人 与屡发生这一分歧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于政策不明确 各地执行要求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有的地方是空车收费 抢救病人的途中免费 而有些地方救护车直接就是免费的 那么救护车在经过高速收费站 到底应不应该缴费 对于问题救护车司机是怎么认为的呢 这位救护车司机表示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下 以最快的速度把患者送到医院 所以对于救护车是否应该缴费的问题 不是他们认为应不应该的问题 他们只需要遵守国家要求 国家让交他们就以最快的时间缴费 也是对病人的负责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而发生纠纷 最终耽误了病人的治疗 这本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一切应遵守国家规定和不同地区管理 你觉得咱们救护车应不应该 这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让交他就交呗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救护车过收费站的时候 应不应该缴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首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